一碗韩国冷面,必不可少的三种要素 乔麦面,高汤,酱料和泡菜 备其这些,再准备一些自己喜欢的配菜 一碗地道好吃的冷面就OK啦 韩国冷面的做法不重 一,将200克乔麦面在冷水中浸泡20到30分钟 二,泡面的时间,将汤锅中倒入牛骨或者牛肉高汤 饱面包中附赠的汤辣包倒入高汤中 再加入一大勺韩式辣酱,两大勺泡菜汤 搅拌均匀,大火煮沸后转小火煮五分钟 关火,将菇作于冷水或冰水中放两 喜欢赠冰的口感的朋友,可以放进冰箱冷藏 三,另取一汤菇,倒入半锅清水 冷水下入泡过的面条,大火煮至刚刚沸腾即可关火 四,煮面的时间,将卤牛肉,胡萝卜,海带,黄瓜切丝备用 五,将煮好的面条和冷水冲洗 冲洗至摸起来不沾手即可 六,将冲锅的冷面置于碗底 几种丝均匀的摆放在面上 最后浇上已经放凉的汤汁即可 使用的熟具煮过